现版本项羽最强出装教学,报答按信,轻松秒双C拿下金牌MVP 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我是小龙,我又来了 这一局是新耀2的牌位赛 经过小龙的多次反复的试验测试 我发现还是这套出装和装备比较好一点 这边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名文还是跟以前一样,92穿透 8个异变,2个红月,5个狩猎,5个隐秘,10个鹰眼 然后出装的话,我以前不是前几把 前几天我又换成那个冰麦牛了嘛,冰麦那种的 我发现那一套虽然说啊,就是前期的经济需要的少一点 但是成型的快一点,但是啊,伤害还是有点不足 这一把我的出装是带的还是跟以前最早那个破均 破均牛,破均携手牛啊 好,这边先去抓一拨人呢,先不要说了 对方三个陈阶,我们这边还敢入侵对方的野区 好,挑到韩星二技能,A一刀直接拿下韩星,再伞弦跟上 再A一刀,哎呀,我去了,还差一刀 一分钟左右,直接追到高地了 这个蔡文姬,我推一手再带走蔡文姬 兄弟们,这一波前期一分钟的团战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好,这一边跟我这把还忘了介绍了 跟我兑现的是理性 出装是这样啊,这一把是 先出反甲,然后黑切,水银鞋 然后直接出那个鞋路啊,鞋路之手 那个什么的,那个护盾的 出完血路之后,直接憋破砖 直接憋破砖,憋完破砖之后啊 最后一件装备,你们可以出一件防御 也可以出别的啊,这边比较随意 看你们自己也可以出霸者 好,这边找到机会,先不废话 先认认真真啊,打一下这个暗信 打一下这个理性啊,这个理性 哎呦,我去,我这个乌鸦嘴啊 说暗信,他真的是暗信了 他真的变暗信了,好像 项羽的话,打光信真的是闭着眼睛 打暗信还真的不好说呀 这边,他是会打核蟹 找了机会推,他霸体躲我一技能 二技能,A刀,A刀 我A的伤害也是很疼的,小老利益 你别以为躲我技能,我就打不过你 看到没有,他残血了,跑了 算他命大啊,算他一技能霸体 先放他一马,我现在看,我看他贪不贪 他出不出来啊,出来了,出来了 他好像还清后边那个B线,那他没了 哎呦,我去一技能,错过了 这就很尴尬,哎,往后拉 等下一波技能啊,等下,假装打不过 假装打不过,哎,我走,我假装打不过你 等我下一个一技能啊,好了你就没了 兄弟,我推出来,A刀,二技能,啪擦 一个残血大招 小伙子,你还是太年轻了,小伙子 还有,我看有的小伙伴们给我评论啊 说小龙,你能不能不要打星耀三 星耀三的排位赛,打打星耀二啊 这不就来了吗,这一把就是星耀二的排位赛呀 不是说小龙想打星耀三啊 是小龙的实力不允许打星耀二,知道吗 这也,这几天也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 好不容易,今天打到星耀二了 小伙伴们,你们现在是什么段位了呀 好,这边,直接出来推一手 你心,二技能,二技能,A一刀往后拉 啊,往后拉,不是打不过啊 假装,对不对啊,等技能快好了 再过来,等他,注意看 等他一技能,黄条,霸体消失的时候 挑到二技能,减速挂上A一刀 A一刀,这边大招好一个大伞 直接贴墙啊,贴连秒掉 不要给敏玥把你的人头给你抢了 对不对啊 因为我能单吃他啊 凭什么给敏玥呢 这个人头 前期能发育起来 能不能发育起来很关键啊 再把他的小样皮一接掉 他这个防御塔应该是 一塔应该是这么拿下了啊 四分钟三人头的话啊 对于项羽来说 已经是前期很顺了啊 很顺了 再配合敏玥 把这个主宰一拉 你信这个时候出来 小乔在中路啊 小乔在中路 看这个中路小乔啊 能不能杀他一波 好,立派一技能 挑到A到二技能 再A一刀啊 这个时候啊 由于塔 在塔门口不太好杀 这边法师过来补一下伤害 漂亮 你看看这个配合 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 哎呦 他看我半血 他想欺负我啊 你想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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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欺负我啊 我不信了 等一技能 你跑 你跑得掉吗 我一技能挑的 贴脸 一个大招 A一刀 哎呀 我去了 差点伤害呀 算他命大 看到没有 这就是项羽的魅力所在啊 明明人家血比我多 你不得过来 结果反而被我打跑了 还插一丢丢就给他 反杀 这边回一波家吧 回一波家 他这边 他有一技能的灰血 这样的话啊 就算过去咱也杀不掉他了 因为咱现在没有大招了 这一点心理 必须得清楚啊 感觉 这把对方三个惩戒也不凶啊 也不灵啊 也不行啊 看事情吓人呢 哪知道一分钟就就被我们反野了 好 这边 哎呀 你心理是怎么想的呀 你是怎么想的呀 还想跑 你这都能跑吗 我这一边一技能没挑到 我的大闪了 看到大闪 闪下马上 以一个大闪爬叉 同样的姿势 被我蹂躏两次了 这理性会不会对项羽有阴影了 他说 哇 去这项羽怎么那么高的伤害呀 怎么老欺负我呀 好 这边把上来 把下落的兵线带一下 然后这边 小乔把我放法师丹吃了 哎呀 上路怎么死完了 两个人啊 这这这这 不会又逆风翻盘 逆风了吧 有呀 本来每次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特别顺风啊 都没有用 好 这边你信 我找机会推一手 哎 他霸体 是暗性的 说是实话呀 不是特别好打 因为他这个英雄比较灵活 知道吧 他那个霸体你不太好拿捏 啊 你看你看 跑来跑去啊 叫队友来了 小乔过来了 我这边 然后拉一下 把兵线拉出来 收掉 小乔应该还在后边 不要冲动 这个时候不要冲动啊 要找机会 我勾引一下 来来来来 敏玥来来 包一波呀 勾引 继续勾引 好那边去抓寒心去了 我这边过去 小乔这个位置 哎 他老注意着我啊 我也注意着你们 哎呦 又欺负我是吧 我有红buff兄弟 哎 太大招 好 大招骗出来了 我准备待会儿要拿捏他了啊 先把这个兵线收掉 先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中路 哎呀 他们去中路了 去中路了 是吧 好 这边我感觉 我有人头要收啊 我有人头要收 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我这边来了 一个预判 小乔在逃你 嘿嘿 对不对 怎么能逃得出我的法眼啊 这就是小伙伴们 我一直说的 拉动视角的好处啊 能看见 对不对 对方的人在什么位置 还有多少血 这个很关键 七分钟到现在 一次没有死过 这一把 请让我 怎么能输 谁能告诉我 这一把怎么输 小龙现在又有点小膨胀 小膨胀 哎呀哎呀 又要双杀呀 非常Raria射手 极限撕血双杀 那这一边啊 我感觉 这一把很轻松啊 哎呦没勾到 小乔这一边 要开了 对方怎么说 我要阻挠一下 对方那个暗星 看到那个位置 还想绕后 你这法师 没了 那我这边没办法呀 他霸体过来的 我推一手 帮你报仇血恨 以一个大招趴叉 又给他带走了 暗星这个时候 心里想的 你这个死项女 我是不是欠你钱 你老针对我干什么玩意儿啊 兄弟不是针对你啊 说句实话 是因为你这个人吧 喜欢出塔 你看你队友都跟塔下 踏踏实实的对吧 就你喜欢调皮 那我不杀你杀谁呀 兄弟们 没毛病吧 好 这一边 敏玥又在偷龙 咱这边拿掉 一个一技能 挑到推到 A刀哎呀我去 直接空到死啊 我和这个敏玥的默契越了 也好了呀 兄弟们 他跟我下路 拿了多少优势了呀 我都不记得了 七个人头 我一次没有死过 好这边 一个预判 A刀 二技能 A刀 敏玥你看这边 他又来了 他又来了 他把安心又打残了 这一边啊 把下路二塔拿掉算了 不跟他们吸气打烙了 再推一波兵线 问题大不大 这一边啊 小乔在我下路 搞我的事情 韩信去上路带线 这一边怎么说 中路兵线也到 法师这一边啊 可能要推中线啊 这边帮帮 这边我 对对对对 法师这边 我真的是 哎呀我去了 被 被残忍的杀害啊 韩信这边还嘲讽我 这个韩信 我跟你说兄弟们 我真的是追不到他 没办法 只能让 让其屈辱啊 让其嘲讽 好这边这个上路兵线不行 守一下 这边 这个这个这个 钟馗和那个谁啊 这是 和敏玉 两个人好狂啊 这边赶紧救 赶紧救一下过来 怎么说 怎么说 小乔这位置 我啪叉 没跳到 但是啊 我这边 我这边怎么说 一个大伞 啪叉一刀 直接拿下 一技能再出他 行云于流水 思路清晰的啊 这一个团队打的天下无双 非常漂亮 四血闪现啊 成就了射手 二连击破 然后上路 然后这边 对吧 把这个龙 哎 我再摸一下 我再摸一下 哎呀 这个防御塔 真的是好气人的 算了啊 交给队友了 再摸一下 要摸出人命 哎呀 哎呀 看见我了 肯定要打我 我有携手 小伙子 你还是太年轻了 找一个提离队友近的地方 回一下家啊 这他应该不知道 我在哪个地方啊 我这这这 不会过来吧 还好 还好啊 这个女性 哈哈 这边能不能一波 一波应该是一波不了了呀 女性又没了 这一边射手没了啊 那应该是一波不了 这才几分钟啊 十分钟不到 十一分钟不到啊 推掉对方高地呀 现在拿了八个人头 一次没有死啊 谁能赐我一死啊 兄弟们啊 这一把 好 这一边 法师在这偷男buff 我这边 这边 现在只有法师在外边 我得跟着他 我怕他出什么事情 好 我再把下落兵线给收一下 等待队友的复活 哎呀 一旦有韩信 知道吗 对方就感觉 我们这边就 瞬间啊 就好打很多 因为有的韩信 他一般人玩不好 十个韩信 九个坑 我这边 直接 对吧 开笼 勾引啊 吸到 A刀 A刀 完了 小乔这控制 我这边 撕血推到 极限撕血大招 看到没有 这伤害 直接把小乔给秒了呀 80%血的小乔 附带 附带一个赛文鸡 瞬间 他的血条 血条的那个血量就烧失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血条消失数 好 这边队友拿掉 爆尊 拿掉主宰 我这边下落兵线 对方两个人不在 我方四个人 他们都直接中路 中路有兵线 估计会一波啊 可能 但是我先不管 能一波就一波 一波不了 不要急 对不对 咱先把 我的对抗路啊 守住 玩对抗路 必须得有啊 一个热爱对抗路 防御塔 保护防御塔的心 哎 残血 防御塔怎么说 A一下 漂亮 都不用我出手 这一把就轻轻松松 解决了对面 真的是 简直太轻松了 我发现现在 排位赛比较好打了 新耀局 金牌坦克 超神14.0的评分 MVP理所当然啊 兄弟们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关注哟